六港有个新的打卡景点 日安巴黎的美女主厨郑学宜 一专心的甜点店 就准备开在六港一岛的老公正宾 为了专业搞搞六港传统人文方向文化 郑学宜特别请不吊西湖 来出宫丢客超大拼模 相起回汤 所以到处替汤啊该做完工 也行说去印代价民众的勃工 先为热门的打卡景点 六港甜点美女郑学宜 运用传统虚拼的拼模灵感 来改做老厨替汤 超大拼模加进去相起回汤 先为最新的打卡景点 这个超大拼模相起回汤的灵感 要注意要改做老厨 作为甜点铺 加上它出现六港各拼小咖 甜点铺又在六港一楼边 所以决定用超大拼模 来向苏乌高拼一楼来抵径 它原本是一个铁窗 那我觉得跟一楼的这边的风景 比较格格不入 那我也希望说可以融入一楼的风景 那我想说那有什么可以代表我们家的呢 既然都要花钱做了嘛 那因为我是来自于陆港的高饼市家 那我阿祖是做粿 我阿公是做饼 爸爸做包子 我做西点面包 然后我就想说 诶那这样子 这个饼我对我们家来讲就是硬硬深重 所以想要做这个饼 然后可以来象征就是高饼市家的一脉香橙 然后更好玩的是这个哦 中间这个 它龙凤喜饼不是都会写一个喜吗 就是我们结婚的那个大拼嘛 然后这个喜在这边的话 它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图案而已哦 你看它这样 它是可以推开的 你看这样 是不是很神奇 这种推床现在很少见了 连续句里面会有而已 然后它推开的寓意呢 就是喜出望外 你这样把它从里面往外推 然后就喜出望外的寓意 然后这个也是就是 我跟师傅们对大家的一个祝福 超大拼模采用幼木和黄花拟墓 由蚝雕塞幅手工丢戏 这也是传统両红蜡拼模的四十个月之大 如果我们家里面打开讨论我们 往外面看 也等恭喜喜出望外 都能够保存我们入港的一个工艺的特色 那所以呢 我们这所在制作的时候 我就选择请师傅以手工丢刻的方式 像这边啊 大家细摸的话 试看都可以摸得到刻纹 那这边的话呢 也是传统的那个 筍卯的一个工法来去做 不是用钉子做的哟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啊 这种传统工艺慢慢的流失中 因为时代的关系嘛 那如果现在的步调快 没有办法想这样慢慢磕 那以后呢就是要看到这种的话 就越来越爽 你看像这个是一个圆 可是你看它是用木头这样子接起来的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那所以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希望说 大家游客来入港玩的时候 然后除了欣赏到入港的一个古迹以外 然后也可以看到入港的工艺之美 随着超大边摩 相细回汤的玩家 也新外面传非常参观的超人戏打卡经典 在学宜 尽快会跟着老厨替汤的創意 可以受到大家的喜爱 多众华新闻林贵英 六甲彩虹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